哎呦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看一下他们什么时候考完 考试可以来接 好好好 这样子 你就大约算那个时间 然后在这边大约 那边大约都可以 好 谢谢 稍微停一下 谢谢 因为你们不可能带手机进去 对 好 谢谢 第一次来这边 我们是要找这叫什么果种 石门果种 我们这次是来石门果种 今天过来采一下点 明天女儿考那个自由考试 然后我们家什么 又是导航带着我们的路线 开了40多分钟 又是上高速路 又是平面道路的走很远 然后我们想说 哎呀明天可能要提早一个半小时 我们就出发 免得在路上再耽误什么的 大哥刚才那个保全大哥说前面是使管局 那我们一会去那看一眼呢 老公拿袋子剪一下 你明天会紧张吗 明天会紧张还会紧张啊 上次不是考过一次了 那出事啊 老公你看这学校还很厉害 有个人考上那个什么 有考上武林的还有考上北一女的 好厉害哈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考上武林哎 哎呀一个考上北一女的 哦厉害哦 明天早上这边一定很多车 早点来啊 嗯 你看我们现在就晚上没什么车 我们顺顺的开开了四十多分钟 有没有 明天的话我们就预计一个半小时以上 好不好 这是枝装毛毛虫 哎呀 走啊带小Q走一下 Q呢 走 走啊明儿在这考试你要去吗 对 对 宝贝妈妈做了红豆饼 那个拿到车上吃吧 给妈妈拿一下那食品袋 嗯好 这样 我要喝黑的 老公你喝什么今天 我喝黄豆椒 我要 你也喝黄的 给我拿个黑的花 那我要 嗯 好给你带着 上车吃 嗯 好吧 这给你吃 你要黄豆酱吗 对 对啊 我们昨天晚上沿着那条路 还可能还稍微近一点 好老公 嗯 没想到气不热 下雨了又下雨了 嗯 嗯 反而我家里还开窗户了 回来想着开初十几吧 嗯 反正那个潮湿又潮湿了 就家里边的窗户 然后昨天我们走那条路 发现说桃园很大 龙潭就很大好老公 拿去很大 我回去就不知道吃多少个了 不是 突然间感觉说桃园好大呀 怎么那么大呀 嗯 所以你们两个先吃 我等一会吃 好 嗯 我先开车 哎呀这阴天 我们再加上 这感觉很早 其实现在很早 现在7点多 7点10分 尤其现在礼拜天啊 今天是礼拜天啊 没什么人 哎呀 这什么 怎么这么多人这往哪走 你看看 这边有他们住的地方啊 拜劳啊 他们上班 上下班 他们往这边 这边可能也有宿舍的 以前这边没有哈 对啊 真是有广的下班 一点点就好了 你给他吃饼呢 嗯 嗯 然后今天我们要走市区这样穿过去 可能比走 昨天导航走那条路可能要顺一些哈 昨天又走完穿完市区 然后又走高速路的天哪 怎么这么大呀 我一看的龙潭 桃园太大了 导航都可以导到那个高速公路去 哦 哎妈呀今儿等公车 今儿追公交车呢 车会不会等他 你太操心了我的一天啊 哈哈哈 去拜拜就喜欢看人家宝贝得胜贝 人家在那宝贝我还看着 哈哈哈 我好 吃一点点就好了 那油有没有什么油 闷一下油 一点点 嗯 宝贝会紧张吗 还紧张干嘛紧张啊 哎呦不会怎样 我没有说一定要让你考 对啊 你不用太太紧张啊 那个就当做那个能力测验就好了 对啊就当能力一个检测 就平常看你学了这么久了 学到哪里这样就好啊 嗯不用想太多 可能这些车可能都是 嗯 快到了 也这样也差不多 然后左转 这样差不多一个小时老公 你看看我们 嗯 嗯 有有我先导航这边已经看到石门国种了 嗯 到了 嗯 嗯 嗯 因什么市区红绿灯太多 你知道吧 一掌就停一掌就停 对不对 嗯 到了到了 超多车的 看 全部都是来考试 你看那有的小朋友都已经开始自己往那边跑 没有多远了吧 宝贝如果 要右转 有红绿灯 如果等一下转不过去的话你就下车走回去 嗯 好吧 这个餐厅还挺有特色的蒙古包 老公你看那边 嗯 看那边蒙古包 有啊 我那时候有搜 啊不知道是不是他家 可能就是他家 就是他 是蒸龙燕 等下收看看 好啊 哦 哦刚才路过那个龙潭国小啊 石门国小 哦石门国小 哎是龙潭石门刚才那是写 哎呦 那是石门大小 这怎么 哎呦 走啊 刚才那个龙潭 哎是石门国小还是龙潭国小那边 就在斜对面呢 有那个童子军活动 哦是啊 啊我看他们穿那个衣服啊 嗯 我很想让你参加童子军呢 嗯 嗯对啊多脸多脸 好宝贝进去 我没有雨伞啊 哦给你雨伞 哦好好好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不着急哦我会在门口等你啊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在那边报道 然后有人会带到那个相对应的考场 Q啊 这太远了 我们就那什么了 我们就不 我们就不回家了 在这里等他 要考两个半小时哦也是 你干啥呀Q 看啥呢 妈太漂亮了 大中的老公开始考了 嗯 哎 考两个半小时时间够久的哈 嗯 不知道考什么 嗯 时间蛮少 我今天看到好多那个什么童子军来参加活动 他们旁边的国小 老公童子军也有大人哦 有啊 妈呀我以为童子军都小孩呢 哈哈 是国小还是国中才有通知军啊 这个国小就有 可是我是参加 我是到国中的时候才有参加通知军 白头发 你看我的白头发 老公你看我跟你们一天操多二七 他在白头发 黑展啊黑展头发啊 我不染 染了就要一直染 要不然就不叮头惹那麻烦了 那就不要 你给我剪掉吧 当初没有他的存在就好了 剪掉 剪掉 不是 我也想给我女儿报名童子军老公 嗯 可以得到很多锻炼是不是啊 那个什么谋生 谋生技能啊 胆量啊方面对不对 对对对 要是有的话想点啊 观察那个国一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 有的话就给他报名 好好 老公你睡一会吧 还都还得有两个半小时呢 没有 看完就睡完就睡了 那什么要不然也那个什么就是 早上今天早起挺早的六点半呢 你弄定闹钟定几点 六点半啊 六点半 可能多人就醒了 对啊 太紧张了 怕迟到哈 路途远 然后又下雨 嗯 可能会塞车 怕塞车 还好礼拜日哈 没什么人 对啊 哎 小客要睡着了 看小Q多么优雅的吃东西 一点点的啊 哎呀真棒小Q 哎呀 帮帮 乖 老公广播来了 你看家长都过来了 考完了 考完了 然后去接啊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家长陆陆续续都到这边来了 汽车也都开过来了 孩子们还没出来 我突然间看到这个小朋友穿的Nike毛毛虫这双鞋啊 就是黑色这一双 我女儿穿这个毛毛虫一直穿到没有他的号码 要不然他小时候的运动鞋都是这一款 就这个 毛毛虫 很好穿哦 前面穿雨衣啊 然后提着卖香奶茶的这位是老师 因为刚才我听到那个旁边的妈妈跟他打招呼 然后他说来看学生 好赞哦 这老师也太贴心了吧 我女儿说发酒发疼 你的发夹呢 发夹在这里 好走 走不要塞在这里别人还要出来 我给你打一个好了 好 你的伞收掉 好 来了 没有那么 嘿 上车吧 我睡着了 我们的什么 考试也告一段落了 那个刚才你老来视讯呢 问说你今天考试没啊 怎么样什么的 你给他打个视讯吧 好啊 好 就这样了 跟大家拜拜吧 今天影片到这了 然后我女儿给我妈打电话了 拜拜 拜拜